腾讯体育十月四月训,The Athletic消息,林书豪承认,过去两年连续被伤病击倒令他有些迷惘,但他渴望在老鹰接受新的挑战。 林书豪还表示,他早已证明自己可以带二号位,所以跟特雷扬的兼容性没问题,NBA季前赛综述,尼克斯纽约都比装身在11加16活赛。 但是林书豪惊下转会老鹰过去两个赛季,林书豪前后被腿筋,膝盖伤势击倒,2016-17赛季,林书豪转投篮王班,想在首发位置上大展拳脚。 没想到他因为持续不断的腿筋伤势只打了36场比赛,2017-18赛季,林书豪仰豪腿筋伤势渴望下篮王证明自己的价值。 可没想到,一场鬼塞手战他便遭遇了膝盖病骨骨折的重伤报销,过去两年经历了那么多伤病,跌当起伏,然后来到了一支新球队,我真的感到迷惘。 林书豪说道,多数赛季我在踏上征程时都有明确的目标,在缺席这么长时间后,现在我只想打球。 今下林书豪被交易到了老鹰队,健康的林书豪能带给重建中的老鹰什么? 这也是林书豪问自己的问题。 林书豪说,我觉得伤情那么长时间后,这也是我问自己的问题。 我也不知道,我不惧怕挑战,我热爱挑战,我才刚三十岁,我的油箱里还有油。 近两年,我的身体因为伤病没有什么损耗,先赛季媒体日,老鹰主帅曾表示林书豪会跟羊竞争首发,空位的位置。 季前赛首战林书豪出热羊的替补,两人没有一同在场,但林书豪并不觉得两人是竞争对手的关系。 他表示,我绝对期待跟羊合作,我觉得在我生涯中,我已经证明自己,可以跟其他空位合作。 大学时代我就打得分后位,所以对我而言打无球,一到二号位并不困难,羊渴望赢球。 我也渴望赢球,我觉得我们都明白要赢球,我们就必须精诚合作。 开发出球队每个人的力量,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证明的东西,因为老鹰是上赛季东部战季最差的球队,我们必须接受自己所处的位置,明白我们需要利用好球队每个人的贡献,从一达到五。